后来我们就去了 艾将军的房间 我发现一封信 是友情写给小艾的 上面说到 我心病暂生 无药可医 大夫说 唯一治好我心病的方法 就是找到 七七四十九队同男同女 待我心病去除之时 你我方可得偿所愿 你还笑艾将军 你都干了什么坏事了 接着我们就在 他的柜子里面 发现了序号一到四十八 同男同女的牌子 你们把孩子们怎么了 可以看出来 他已经集齐了 前四十八队同男同女 只差最后一队了 我再也不能客观下去了 艾将军解释一下呗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 疑点 我个人还是觉得很幸福 幸福 没错 我虽然是当兵的身材 但是我有一颗少女的心 我对一个人亲友独钟 这个人 就是他 有情是不是 就是他 他说的得偿所愿就是 你要跟他结婚是不是 没错 明天就是我跟有情的大婚之日 我跟有情是十年前认识的 有情对我特别好 我只有在有情面前 他不把我当成一个男人婆看 我们俩在一起相处六年的时候 我很着急他为什么不跟我表白 我就直接把刀架在他脖子上 好有女人味 他吓跑了 吓跑了 我承认他被我吓跑的那一刻 我很伤心 但是后来我看到他被我吓跑的样子 我觉得好可爱 我平时在军营里 完全看不到像他那么帅的男人 他刷牙 他洗脚 我们军营里都是粗糙的大老汉 什么都不会不讲卫生的 他就是因为讲卫生 他就是因为他刷牙 他洗脚 所以就爱上他 这样我也魅力无限好不好 他没答应我 我不是很着急 然后呢 我隔三差我就去骚扰他 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就这封信 他告诉我 我不是不能跟你在一起 是因为我有病 他有病 他需要有 七七四十九对同男同女 才能治好他的病 你了解吗 他的病是什么 他说 我只能跟你保证 我不会伤害 我要找的那只小朋友 所以我就决定说 我为了我自己的爱情 我也要找到 七七四十九的同男同女给他 因为我想跟他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十年了 都会订阅 最后来说 还会订阅 这条故事 经历 我 会训